1951年的4月 为了逆转朝鲜战场上的局面 美国总统杜鲁门 直接将连打四次败仗的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撤职 新上任的李其威愁出满志 他急需一场胜利 好在朝鲜战场李威 特地制定了几具针对性的雌性战术 导致我十万志愿军战士被围困 关键时刻 毛主席却只是放弃增援 本期解任务就来讲一讲 李其威制定了哪些针对志愿军的战术 毛主席放弃增援 十万志愿军又是如何虎口脱险的 如果你也对抗美援朝的故事感兴趣 就在这里点个有用支持一下 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被换上联合国军司令的位置 李其威这个人确实不可小觑 他17岁就从著名的西点军小毕业 先后到多个国家去服役 并进入了军事学院深造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去世 李其威接任了他的职位 还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 为了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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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